下载Squatch3的原始档 Squatch3的原始档它是在Github上面 在这里按右键分页开 全部在上面 那你可以选择下载 那这边有一个网址 这个是使用Git来下载的 当然你可以选择Zip 一般建议你使用Git来下载 因为download这个它会多了一些英文字母 等一下你还要去修改做一些调教 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们前一刻已经装了Git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选择复制 复制起来 或者你直接复制我这一串的指令也可以 那复制指令怎么执行呢 在搜寻里面 请你打CMD命令视窗 好出来的时候要注意哦 现在的位置在C的User底下User 所以你在这里执行这个Git的指令 等一下就会在这个资料夹下 会把档案放在这里 所以端看你自己要在哪里执行 那我们暂时就不改这个设定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按邮件贴上 按Enter 好那这端看你网络的速度了 它下载至少好像要四五百Mbps 要慢慢等它下载 那我们可以来看到 档案中管我们来看 本机 C点 User 使用者 User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多一个叫做 Squatch GUI的资料夹 那档案的目前现在看不到档案 等一下下载完档案全部都会在这里 那我们就需要一点时间 让它慢慢下载 好像目前18% 那我们等一段时间 那这样就完成我们Squatch的Source Code的下载动作 那我们就先暂时示范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看 我们进行下面的动作